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精彩继续 《一箭独尊》 第311章 自己死在了中土神州 叶玄听得是目瞪口呆 你确定 叶玄死在了中土神州 中年男子冷笑说 这还有假吗 那叶玄得罪护建盟 在护建盟的通缉之下 他怎可能活命啊 叶玄点了点头 你说得很有道理 说着 他右手突然并着叶扫 伴随一道剑鸣声响起 一缕剑光在场中横扫而过 一瞬间 叶玄与中年男子周围那些傭兵 瞬间被拦腰斩成两结 见到这一幕 中年男子呆住了 瞬息之后 他惊恐地看着叶玄 你 你就是叶玄 叶玄笑道 猜对了 奖励你一剑 声音落下 他抬手一挥 中年男子脑袋直接飞了出去 鲜血如注 中年男子双眼圆睁 显然是死不瞑目 叶玄收起场中众人的纳戒 扫了一眼 纳戒内 大家杂把东西很多 而鸡品零食 足足有十六亿之多 十六亿 在青州地界能有十六亿 已经是非常非常恐怖了 各想而知 这些家伙 在这段时间内 搜刮了不知多少座城 叶玄收起纳戒 正要离开 就在此时 二楼大神的声音 突然响起 他跑到四楼去了 四楼 叶玄愣了 下一刻 他连忙进入戒狱塔 塔内 小女孩没有在第一层 也没有在第二层 第三层也没有 第四层啊 叶玄一脸蒙 他怎么上去的 不知道 这是二楼大神的回答 叶玄喉咙滚了滚 这 二楼大神 这不正常啊 他怎么可能进得去啊 我怎么知道 二楼大神有些怒了 就在这时 一道白光突然在第一层闪过 很快 小女孩出现在叶玄的面前 叶玄连忙问 你去第四楼了 小女孩点了点小脑袋 叶玄又问 第四楼有什么 小女孩看了一眼叶玄 他叫我不要告诉你 还说要我小心你 你是一个脸皮很厚很厚的人 说着他飞到叶玄面前 然后小手捏了捏叶玄脸蛋 有些疑惑地说 嗯 也不是很厚啊 这时小女孩突然伸出小手来 铃骨呢 叶玄连忙拿出一些铃骨给小女孩 见到铃骨 小女孩顿时是眉开眼笑 一把抓了过去 可惜那铃骨太大 比他身体还大 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吃 每两下 那个铃骨被他吃得干干净净了 小女孩又伸出手来 显然还是药味 叶玄一股脑将所有铃骨 都放到小女孩面前 这些是他曾经的战利品 铃骨这一类东西 叶玄并没有全部给 最先楼三楼主去卖 而是自己留了一些 捡到这么多铃骨 小女孩兴奋得不行 然后抱起一颗铃骨就啃 一旁叶玄就笑道 好吃吗 小女孩点了点小脑袋 嗯 好吃 叶玄笑了笑 然后又问 第四楼有什么呀 小女孩摇头 嗯 不能告诉你 叶玄正色说 我们不是朋友吗 小女孩打亮了一眼叶玄 然后摇头 你是人类 人类最不可信 人类没有一个是好的 说着 他似是想到什么 将铃骨放到一旁 神色有些黯然 这里本来好好的 但是你们肆意破坏 好多鲜血流入大地 你们真的好坏好坏的 说完他还瞪了一眼叶玄 叶玄沉默了 破坏 很显然 因为青州大地的人类肆意破坏 外面已经不适合这小家伙生存居住了 而且还有护建盟在到处找他 如果他落入护建盟的手中 肯定不会有好结果的 叶玄收回思绪 微微一笑 小家伙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小女孩摇头 我是不会告诉你我叫小灵儿的 叶玄点了点头 好的 我是不可能知道你叫小灵儿的 小灵儿看向叶玄 眨了眨眼 感觉有些不对劲 但是他没多想 继续啃着邻国 叶玄也没有再问小灵儿 第四楼有什么了 因为问多了也没什么意义 等到时候 到泽到手 他自然知道第四楼有什么了 不过 这个小家伙居然能够去第四楼 这着实让他震惊了一下 既然能够上到第四楼 那就有可能上第五 第六 第九 第九楼 叶玄有些好奇 好奇第九楼关押的是什么 叶玄陪小灵儿玩闹了一会儿之后 便是离开介于她 这时二楼大神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你必须尽快让那个女人回来 否则 你就要完蛋了 神秘女子 叶玄苦笑 自己去哪儿找神秘女子呀 不过别说 她真有点想念神秘女子了 片刻之后 叶玄摇了摇头 转身离去 叶玄离开了江国皇宫之后 来到摩宗 此时的摩宗整体实力可谓是暴涨 因为在这青州 他们肆无忌惮地发展 没有任何人阻止 不仅没有人阻止 而且背后还有护建盟的支持 这种情况之下 整个摩宗弟子的提升 都是非常巨大的 摩宗大殿之内 库明虚突然睁开眼睛 在他面前不远处 站着一名灰袍人 灰袍人就那么站着 气息全无 仿佛不存在一半 见到这人 库明虚脸色一变 连忙起身 前辈 灰袍人微微点头 库曾主 别来无恙啊 库明虚连忙说 不知前辈来此 是 会跑人单上说 库宗主应该知道 我苍剑宗 与护建盟的事情吧 库明虚微微点头 知道 我摩宗不会参与 库宗主 我若认你 现在就该及时收手 离开青州 闻言 库明虚眉头皱了起来 现在 摩宗正在飞速发展 这个时候离开 太亏了 灰袍人说 库宗主 现在若是不舍得 以后你摩宗就是想走 都走不了了 库明虚看向灰袍人 还请前辈示下 如今 秦州地界混乱不堪 本源之心出世在即 一旦本源之心出世 那时 以魔宗和鬼宗 对护建盟而言 就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了 那个时候 稍有不慎 你魔宗和鬼宗就会万切不复 库明虚犹豫了一下 然后说 应该不会 陆尊主答应过我魔宗 日后这青州 都将是我魔宗的 你先 灰袍人冷声说 火箭蒙什么德行 你不知道吗 现在 他们需要你们魔宗 因此 你们的任何要求 他们都会答应 但是 一旦本源之心到手 到时 你魔宗对他们而言 可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说着 他微微一顿 然后又说 再者 如今这青州 本源之心出世在即 一旦本源之心出现 青州就是一个大漩涡 你魔宗继续留在这里 难保不会被卷入漩涡之中 到时 你魔宗想要离开 可就难了 库明虚还是有些犹豫 灰袍人突然说 既然库宗主不愿离去 也罢 本主 就不再多言了 说完 他转身就走 而就在此时 库明虚突然说 前辈留步 灰袍人停了下来 库明虚问 敢问前辈 此次除了苍剑宗旨外 可还有别的势力 对付胡建盟 你说呢 库明虚犹豫了一下 然后微微一礼 还请前辈明示 灰袍人沉默片刻之后 然后说 悬门已经表示加入 闻言 库明虚心中大惊 正要说话 就在这时 灰袍人已经消失不见了 殿内 库明虚坐在椅子上 沉默了许久许久 此刻的他 心中犹如翻江倒海 玄门 这个势力可是非常非常神秘的 实力肯定也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如果只有苍剑宗 肯定是干不过胡建盟的 但如果加上玄门 那可就难说了 而且可能还不止一个玄门 而此刻 库明虚却是有些反难 走还是不走呢 若是现在走 实在是有些亏 但若是不走 青州这趟浑水 他又实在是不想掺和起来 殿内 库明虚沉默许久许久之后 摇头一探 在某一处星空之中 有一片漆黑漩涡 突然 一艘星空云溅 突然自那片漩涡之中 飞了出来 星云舰之上 站着一名中年男子和老者 老者扫了一眼四周 眉头深深地皱镜 如此偏僻 应该不会有我们要寻之人吧 中年男子摇头一笑 任何地方都不能错过 若再找不着 那位一旦发怒 我们领虚新宫 怕少彻底没了呀 文言老者似是想到什么 眼中顿时出现忌惮之色 那个女人 那个恐怖的女人 中年男子 微微摇头 也不知那人到底在何处 老者沉声说 此界应该是那护建盟的管辖范围 去找他们 让他们帮忙寻找一下 护建盟 中年男子看向老者 为何我从未听过呀 老者诞声说 一个三流实力 你没听过也正常 中年男子点了点头 那就去见见吧 希望这一次能够有所生活 不然我是不敢回去了呀 很快 这艘星云剑 消失在茫茫星空之中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禁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下集更精彩